但是其實他的東西是很豐富的 他甚至是很能從來都不會什麼 但是他就是學習到很多東西 然後遇到很多人幫助他 那我們就一起來聽他的故事 嗨 大家好 我是邵華 好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從不慰大會的故事 剛剛有講那個新媒體學校就是 教大家就是怎麼樣從不慰大會 那我就是在這個當中學習平面設計 然後找到我現在這個工作 好 那 是按這個嗎 OK 好 先跟大家講一下從不慰大會的一個心路歷程 那跟大家講我的背景 不太熟悉 不好意思 好 就是我的背景是我沒有高中 我沒有大學學歷 然後我高中重讀五年 對 欸 為什麼會這樣 是我按到什麼 好 那我直接講好了 就是我以前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 可是在場其實都很有想法的人 所以我跟你們就是相反 然後以前 人家就會就朋友就跟我講說 欸 你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就會講說我的夢想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會講 我都會覺得 就是他們口中的夢想 就對我來說只是 這是夢一場 對啊 然後 但我小時候就是也有 也有想說就是我的夢想是什麼 因為我看了一部電影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想要做那個就是雜誌編輯 可是後來我國中畢業之後 我就跑去做就是家庭美髮 就是做美髮 幫人家洗頭 就這樣洗了四年 對 那後來就是因為這個工作 我就覺得太辛苦了 雖然很喜歡 但還是就是換了這個工作 因為剛剛講說我 我大學 我高中重讀五年嘛 所以我沒有大學的學歷 然後 當然就想說我想要找一個 跟大家一樣的工作 可以週秀二日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我就跑去 跑去應徵一個 行政助理的工作 可是行政助理大概大家都應該知道 其實都很routine的工作 然後我的工作內容呢就是 就是複製貼上 你們無法想像吧 就是我在廣告設計的一個公司工作 可是我每天就是複製貼上 我用每邊軟體複製貼上 就這樣做了四年這樣子 好 那後來呢 我遇到新媒體學校 那遇到新媒體學校那時候 我就在這邊學習怎麼樣做設計 然後我們會從創意去思考說 我怎麼樣學習創意 學習思考 學習顏色搭配 學習圖文排版 因為現場好像蠻多人 學設計的對不對 就是或者是跟設計相關的 你怎麼樣表現出這個圖 你怎麼樣表現出 你要說什麼 所以在這個視覺的裡面 就是去學習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 每一週都會做一份電子書 然後這是當時做的電子書的封面 每一週喔 然後每一週就會想說 那我這一週企劃是什麼 就是我的封面要說什麼 就是我要去設計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封面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是這是內容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主題叫夢想 所以我們就去企劃說 那夢想我要講什麼 然後我們就去採訪一些學生 然後我們甚至就會講說 我過去的青春夢想是什麼這樣 然後就一系列的一些夢想的活動啊 夢想的音樂這樣 好 然後對 還有一些可能相關的 相關你有話要怎麼說這樣子 這些部分 對那後來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我也沒有想到說 我對平面設計就開始慢慢產生了興趣 可是我那時候在 學這個過程的時候 就是在新美女學校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電腦 然後 可是我每天晚上就是 就是因為我不會上班嘛 就剛剛跟大家講那個複製貼長那個 那個工作 然後我就會偷偷在下班的時候 就是用公司的電腦 然後就 就做那個電子報 然後可是後來就覺得 欸這樣不太好 那剛剛有講說我是基督徒 然後我就 我就跟上帝打包 我就說 上帝你如果要 要 你可不可以幫助我 就是讓我可以做設計 然後我就跟他打包說 可不可以給我一台電腦 然後就真的就 就真的有電腦這樣子 對後來就有電腦 然後就開始做 那就這樣做做做做 做了一陣子之後 我有電腦 然後我就拿 我當時的作品 就剛剛給大家看的那個電子書 然後去去面試設計師 對然後後來累積了將近 就這樣累積將近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的老師也鼓勵我說 然後我說 笑話你要不要去面試看看 那就面試了 那面試的時候 我就想說 應該不可能會上吧 那沒想到就是 就是面試的人 就看到我說 欸你什麼時候要上班 對啊就是很不可能 那沒有想到 就這樣就錄取了 可是我自己也告訴自己 就是當我 當我得到了這個工作 並不是好像我的夢想就停止 是我還是仍舊在保持讓自己能夠學習 怎麼樣在設計這個領域上面 保持一個熱心 保持一個熱衷 對那後來呢 我就好 胡錫勇姬拿去作品去應徵嘛 然後當時就是平常就是累積很多的實力 就剛剛跟大家介紹的那些作品 那後來 這個是我後來的一些作品 然後我在面試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主管就說 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設計人應該都知道 就是當你在做一張圖的時候 你的視覺要說什麼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幫我們教會做的一個 演唱會的一個海報 對然後我想要說的是 我們教會很流行 很多年輕人 然後也很多的就是 反正很流行這樣子 對然後就試著做 然後也把我們的一些藝人放上去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演唱會 那大家然後那個面試的 面試官就看到這一張 然後他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他覺得說 你怎麼可能沒有學設計 對然後後來我就給他看這個 這也是我們教會的 對然後那時候是感恩節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表現出一個感恩節 因為感恩節只是說 就是你可能會想跟感謝的人說謝謝這樣子 可是如果一張視覺你到底要怎麼說 所以我就用一個卡片 一個卡片就代表說我想跟你說是謝謝這樣 對所以我用一個卡片去設計我們的海報 好這個是某一個活動 就是新媒體的一個活動 然後也是在一個感恩節的當中 今年不只說謝謝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們設計人一起閒聊的一些社群的活動 然後這也是 好這也是 就是一些相關的活動 然後新媒體家族 然後聖誕節 然後這是 這是後來呢 我就不只是讓我的作品好像只是一張圖 我就讓他會說話 這可以可以按嗎 就是他是動態的 按這個 對 好 對我就讓他開始動 那其實在動的時候 他就好像在對你說話 然後還有音樂這樣子 那你就看到看到的人就會覺得 哇我想要來 就會更吸引你 對還有那下一張 好 下一張這一張也會動 可是這一張我就沒有放音樂 但其實就是讓他有一些 有一些的很好玩的一些小東西 就讓他更豐富這樣子 那還有這一張 這一張是我比較近期的作品 對就是也放一些音樂 然後在上面這樣子 好 所以在場其實有很多的設計相關的人 然後我也想說就是 給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小的建議這樣子 第一個是 培養美感要從多看作品開始 所以我怎麼從博位到會呢 我進入了新媒體學校的時候 我不只是上課 我就是不斷的去看作品 你可以怎麼看 就是可以多看雜誌 現在的流行雜誌是什麼 然後可以多看人家怎麼編排 然後你也可以上網 比如說Pinterest 然後Behands 花瓣 Google 都可以去搜尋 然後去激發你的靈 你的靈感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多半都是去這幾個網站 然後去多看別人的作品 然後去try去試 因為剛剛雅雯有說 你做不好沒有關係 對啊 就是在這個不好的當中 你怎麼樣越來越好 第二個 第二個 培養創意從多思考開始 就是你要不斷的思考 就是你這個作品 你到底要說什麼 你的理念到底是什麼 你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要從思考說 比如說一杯咖啡 你想到的是什麼 我想到沙發 我想到音樂 那我想要讓這個作品 好像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我好像在咖啡廳 所以你就 你就要去想 那我的素材要放什麼 這樣子 所以視覺 對人家說話 也是需要去思想 有一個創意 第三個是 做出有故事的作品 然後我記得那個 謝忻 我在跟他對稿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作品的故事 然後他就說 欸很感動 這樣子 就是 然後我也跟 就是其實因為我第一次上台分享 然後我也很緊張 然後我就會跟我的室友 就是對 一直對說我的作品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他就聽得很入迷 我的作品是什麼 然後你要做出有故事的作品 因為當你好像講出來的時候 上面有什麼有什麼 你好像在講故事 因為你用視覺說故事 你用視覺來 把你的故事講出去 就是你想要表達什麼 好 第四個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 這其實是聖經的一句經文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對 你不要因為你好像得到了什麼 然後你就忘記你的初衷是什麼 對 你要不斷的讓你保持一個 在夢想當中的一個熱衷 你起初的夢想是什麼 所以你就會不斷的有動力 有想要往前的動力 這樣子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 謝謝邵華 邵華 他其實那時候 他在跟我講他的故事的時候 就是他雖然沒有讀 就是沒有讀好高中 大學沒有讀好 但是他一直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 他一直在要問